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黑人运动里头是有激烈的辩论的 他们有些人认为不采取极端的暴力主义 没有办法改变这些基本上把自己看得高高在场的白人 但是金恩博士认为可以的 黑人可以进行一场和平的运动 最终撼动也改变美国的体制 于是就在50年前 这场20万人的伟大游行跟演说就开启了 而开启之后 它真的彻底改变了美国的历史 那个时候金恩博士只有34岁 50年后 美国再度纪念那个令人难忘的日子 从那个时刻开始 美国的民权法案被通过 美国的黑人可以搭车 美国黑人可以受教育 美国黑人开始可以享受一个所谓美国公民的基本权利 最终美国黑人成为了美国的总统 那是50年前金恩博士的演说结论 50年后2013年8月28号 同样的地点 同样的下午三点 林肯纪念堂前 一回响终生 遥想荡气回肠的那天 一年新宇宙的开场 应用金恩博士的名言 欧巴马 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 在金恩博士 我有一个梦 今天演说的50周年 因缘巧合成了金恩梦想的实现者 因为他们选择了 市政室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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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最终的国家改变了 改变在半世纪前的华盛顿大游行 那一天 林肯发表解放宣言后的一百周年 这是美国时尚规模最大的民权运动 25万人从华盛顿纪念碑浩浩荡荡启程 争取黑人平等就业机会与自由 金恩博士也在里头 但没有人料到 随后登场的18人演说会中 34岁的金恩 牧师之子独独成为 振奋忍性的历史事件 我还有一个梦 我的四个小孩 会一天住在一个国家 在那里 他们不会被判断 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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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有一个梦 前所未有的伟大演说 在圣经与莎士比亚的字句间 金恩博士和1963年大游行 促使美国国会隔年通过民权法案 更写下半世纪来 美国的异国标杆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We shall overcome We shall overcome Hello everybody I am absolutely thrilled to be here I remember when I was nine years old And the march was occurring And I asked my mama Can I go to the march Took me 50 years But I'm here The young folks pick it up now So that when we're 87 years old Talking to the other young folks We could say it was me Will Smith Jay-Z Kanye Alicia Keyes Carrie Washington The list goes on and on 今天的美丽建和中国 美国梦还在吗 贫富差距 移民政策 强制暴力的阴影 纽约时报说 金恩的美国梦 仍然是刺耳的不和心